醉漢大鬧新北市瑞芳美食街 随意拿起店家的廢油桶 不斷往小吃店内泼洒 甚至还泼向马路 警方获报之后 在一分钟内赶到现场 将人带回保护管束 附近的居民表示 这名男子经常喝醉酒乱放 没有想到这回竟然做出 如此脱序的行为 大白天身穿黑衣的男子 拿起食用廢油桶闯入小吃店 大把大把的泼 泼了整个工作台还不够 接着又走到外头 泼油如泼水般撒在大马路上 帅的这一身动作很好迈 顶居头很大马上报警 因为男子还没罢休 油桶再撒像隔壁店家 直到全泼光了 很摔油桶才肯罢休 他就变成说酒 每一天他都用米酒 在过日子做地喝 因为他先冬汤先倒掉 倒掉后再穿冬汤 他可能给你做到乌鸦去拔 附近摊商说起这波有男子 见怪不怪 看到他经常喝得醉醺醺的 出没在新北市瑞芳美食街 没想到这回竟随便拿起废油桶 四处乱撒 照样的店家四处油腻腻的 一个头两个大 同仁后报后 在一分钟内感知现场 发现该男子有明显 饮酒过量的状况 警方到场时男子浑身酒气 且口齿不清 立刻带回保护管束 毕竟男子的脱续行为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还好这次远警及时赶到 将男子带离现场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记得猜之痕 记得猜之后 查评报道